各位貴賓 來龍的家修 以及各位好朋友 大家好 個人代表 第二名基金會 向大家抵議 同時也要來感謝 早前所有的當事過去 多年來對基金會的付出 其實你情的今天 來龍用他的生命 為台灣創造了 補貴的國家價值 這些價值 就是 自由 人權 和民主 這個真實 但是 相當比重 的故事 對我們的客戶 就是 這個價值 都不是 白白暗體重 落下來 我們大家人 必須 以最大的 大的勇氣 來去建築 來去維護 每一人的 每一年的 這一天 我們都 要自己問 為了 來龍的犧牲 過去這一年 我們做什麼 在他 點燃 生命 照亮的島嶼上 我們 又完成了什麼 他訓練 訓難 十周年 也就是 1999年 四月 由 文化界 法律界 宗教界 學界 以及企業界 關心的朋友 共同 來組成 鎮南農基金會 在 前兩位 董事長 詩人 李美勇先生 及 修行權律師 帶領了 走了 十二年 這 十二年 之中 我們 已經 完成了 多項的任務 包括 在第二年 兩千年 四月七號 我們 將來龍 自焚的現場 把它 改裝 成為 鄭南農紀念館 我們不但保存了 自由時代 國外的文物 以及 它 混沌的歷程 同時 同時 也開始了 整個社會 可以跟來龍 對話的平台 現在 這幾年來 每一年都有不少的 國內外的朋友 來參訪 經過兩年 經過兩年的準備 兩千零二零的四月七號 我們 就是在現在的金寶燦 我們 我們成立了 來龍的 墓園 墓園上 來龍的頭像 自由自益同雕 以及 囤而不悔 的木座 形構成永恆的紀念 也彰顯了 來龍 為台灣民主運動 獻身的 行跡 也每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 多能聚在一起 來笑臉 來龍 冷清空隙泥 自由之路通訊 開始 每季來發行 到現在 也從來沒有 中壯歌 維繫了紀念館 跟關心來龍 朋友之間 溝通的管道 另外 多次的自由論壇 保存歷史影音的紀錄片粉 典藏無怒的數位化 來龍 紀念館之友的目擊 以及復動 人權教育 校外教學方案的徵選 基金會網站的設立 來龍 2nd Life 虛擬紀念館上網 在Facebook上面 我們已經有超過4000位 來龍的粉絲 還有 適合給年輕朋友 認識來龍的卡通動畫 追求自由的大項 也已經完成 即將可以公開 我們未來計畫中 更有 來龍的傳記 鄭南龍重要文集的編傳出版 來龍電影劇本的徵選 以及跟台灣和平基金會 要來辦理大專生 對鄭南龍研究的論文獎 等等這些 為了讓更多的年輕朋友 認識來龍 走進校園 以新世代對話 將是我們 未來努力的方向 也是 大家的期待 一個禮拜前 三月三四一號晚上 非常安慰 非常安慰 我分享了台南成功大學 零二社 空以下 同學在校園 舉行紀念來龍殉道 二十二週年的燭光晚會 居然跟竹梅都應要參加了 也進行了非常溫馨的對話 這是二十二年來第一次 由我們新世代的朋友 主動來懷念來龍 希望 這顆種子 能夠早一點在全台灣各個校園 開始來蒙芽 二十二年來 台灣這塊土地上 發生了許多 曲折的改革 挫敗 以及再改革的故事 這中間 最能刺激我們振作 無非就是鄭蘭榮這個名字 去年 遠方明先生還稱他為智者 聖徒也是英雄 兩千零八年以後 兩千零八年以後 來龍基金會 深刻體會到 在一個 民主情操一時不敵 現實利益的監困時代裡面 不屈 不饒 靈魂的存在 才是鞭策人民 繼續前進的重要力量 因此 我們不敢有所怠慢 反而 更願意聆聽 各界各方的聲音 小心 克服 這一座象徵著台灣價值的花園 最後 我想借用 一個禮拜前 那些年輕人 懷念 來弄 紀念文最後一段 來做今天的結束 理想的道路 依舊漫長 但相信 相信我們 並不孤獨 因為 你正一路伴隨 伴隨 我們迎向 自由正義的 康莊大道 你 與那把火炬 我們 多將代代傳承 而你的理想 也 終將 實現 謝謝 非常 感謝各位 百忙中 撲控立臨 和我們作為 來少年 我們的好朋友 來弄 還希望來弄 可以保佑大家 以及 我們大家的心 愛的土地 祝大家 平安 祈祷 感謝